不然要解決漢校水利署計畫 北水南宋 從新北烏來南世西 引水到石門水庫 不過現在引發當地部落的抗議 詳細情況連線記者 曹子涵 子涵請說 好的 主播觀眾 水利署呢 預計要北水南宋 要引南世西的水到石門水庫 當地居民就很反彈 原因是因為他們覺得水利署呢 並沒有事先跟他們做討論 然後也沒有公告他們 告知他們 另外呢 他們擔心呢 就是他們的生態呢 會遭到嚴重的破壞 所以是大大的反彈 我們來聽一下當地居民怎麼說 這關係到我們部落主人的 住的地方跟道路跟水源 以及其他動物跟植物 跟昆蟲之類的會導致會滅絕 會影響到我們整體的部落 在這邊生根 水利署跟民意代表 在私底下作業的時候 會經過我們部落的說明 也導致我們部落的很驚訝這件事 所以我們今天會站得出來 也代表我的部落主人 我的心聲就是堪證到底 水利署呢就是要在這座橋的附近呢 建一個藍沙吧 然後打造一個5公尺寬的疏水通道 通往這樣石門水庫 當地居民呢就非常的反彈 因為南市溪的上游是水源保護區 認為這樣可能會造成 生態嚴重的遭到破壞 另外水利署他們也認為說 水利署並沒有跟他們事前做溝通 另外水利署是這邊方面是說 他們會得到居民的同意 才會去做這個飲水計畫 只是居民是說他們目前 都還沒有收到任何的通知 飲水計畫會在本月的月底 你呢有所謂的二階環屏 預計呢這個施工工程呢 會有六年半的時間 最快在2028年才會完工 以上是我們掌握的最新 讓我們把鏡頭交換棚內